机翼油箱盖风口被拉扯断裂 基础环整个扭曲变形 这是虎航22号 一架停在淘机机平的扳机 却因为中油没有按照SOP卸下油管 就移动了地面车辆造成拉扯 最后导致飞机漏油 只好停机检修 而就在上个月 地勤在帮另一架解信航空飞机加油的时候 也发生了油酸车碰撞航机 导致机翼盖板损伤 而淘机地安的事件爆表 除了这两件意外之外 光是今年从1月份开始 就接连发生了油罐车刮伤航机 扶梯车撞滑航机翼 快递拖车撞滑航机腹 加油车刮伤机翼 一直到10月份又发生了日航班机撞上淘机空桥 还有阿联酋A380航班的比人受损 按照国际标准每10万架次的班机 只能发现两起地安事件 但淘机发现意外的比例 早就不知超出几倍 相关的地勤训练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淘机一连串的地安状况 对飞行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幸好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是淘机相关地勤状况不断 到底管理训练出了什么问题 也让旅客对淘机搭击的安全 打上了一个大大问号 记者林庄正 桃源报道 入车击的地安状况 今天这次的地安状况 那么动画能就要双出去了 并非我们的地安状况